今天我們要聊的內容是關於屏下指紋解鎖 屏下指紋解鎖是目前智能手機主要的高效解鎖方案之一 當然這種解鎖方案也是分好幾種的 比如光學指紋解鎖和超聲波指紋解鎖 它們都為指紋解鎖 但就現在商用的屏下指紋解鎖區域很被限制 有時候解鎖還需要刻意將拇指放在固定的位置 很不理想,這可能是技術上和成本的原因 在去年2019年裡 威爾展示了一款產品為威爾APEX 2019 它具有全屏指紋解鎖功能 但解鎖性質應該為光學指紋 不過到現在並沒有看到威爾商用全屏指紋解鎖 然而高通發布的新一代超聲波指紋解鎖 也僅是面積擴大了一些 全屏指紋解鎖目前還沒有商用產品出現 現在華為新的專利展示了 華為未來產品將採用全屏指紋解鎖 該全屏指紋解鎖是可以從智能手機顯示屏的任意位置解鎖設備 同時也能提高生物識別安全性 有消息還證實 華為已經在6個市場 包括中國、歐洲、美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申請了專利 目前正在等待批准 在專利中華為還概述了該指紋技術在一些應用中的應用 例如我們解鎖應用無需每次通過對應指紋演證 簡單的理解就是你將不再需要啟動每個程序時 然後將手指放在指紋傳感器上 只需觸摸該應用程序 並被指紋掃明後即可完成解鎖 另外專利還提到 指紋還可以在解鎖上應用快速查看 文本收入和即時回復 而無需每次解鎖設備 你只需要對指紋選項設置好即可 其這一切可能會使解鎖交互更加簡單 並且還需要更多功能 此外如果你不喜歡全屏指紋功能 用戶仍然可以選擇激活屏幕上選定區域使用指紋傳感器 包括局部或者是上半部分及屏幕下半部分 同時禁用其餘的屏幕空間 因為大多數用戶通常只用屏幕下半部分完成拇指解鎖 所以這將節省電池功耗並增加更多實際用途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還沒有消息表明 華為在何時會使用全屏指紋屏前商用 或許這一切離我們並不遙遠 當大家都在力推屏下指紋解鎖的時候 為何屏幕公司一直沒有使用? 剖開面容AD解鎖不說 其蘋果更是一家十分注重體驗的公司 雖然現在溝通的超聲波指紋解鎖接近完美 但指紋識別的誤差率還是有的 並不能實現極速解鎖 再一個,屏下指紋解鎖要依賴AMOLED屏幕 而蘋果過去幾年一直在努力評估屏幕 也不想被三星的屏幕所捧綁依賴 所以遲遲未考慮屏下指紋解鎖 再說,面容AD蘋果當時正用用的如火重青 屏下指紋解鎖,蘋果一直沒有看好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